另外来看到中国在这波疫情当中 大肆展开了疫苗外交 不过到底有没有拉拢各国民心呢 就恐怕得要打上个大问号 因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政府 29号宣布 过去半年接种过中国国药疫苗的所有民众 必须要在9月20号前要接种第三剂的加强剂 而且只有国药疫苗需要 可见这防护力恐怕是不够的 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多 中国生产的疫苗却未如官方预期达到外交效果 一开始就只为民众施打中国国药疫苗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看似对中国疫苗信心满满 现在却下令要求接种国药的民众 都必须打第三针加强剂 就是担心国药疫苗的效力不够 讽刺的是阿联官方曾声称 国药疫苗效力高达86% 但近期对这项数据的疑问越来越多 而且全球民众不信任的中国疫苗 还不止国药 好不容易撑到疫苗到货 来的却是中国疫苗 让不少国家闻之色变 像是透过COVAX发送的一亿剂中国疫苗 其中南非分配到250万剂中国科兴疫苗 官方却连忙跳出来拒绝 宁愿继续等 就在疫苗外交频频频受挫之际 中国官方依旧自我感觉良好 继续对自家生产的疫苗自催自擂 不过对照各国反应 不难看出多数国家并不买单 三立新闻陈环报道